在中国的河南相当于在世界的中国 是吧 哎呀 将心比心说到底 一句话穷怕了 对吧 你说河南人他有的时候 很难说他好坏 但是这你关键时刻让他给你干 他不掉链子 反正最后他是没给我掉链子 说一定要找自己认识的人 靠谱的人把事办好 我就找他 结果去了一看 哎呀 咱们来到了这个精眠二厂的这个小区啊 就以前精眠二厂的那个宿舍区 八里方中里社区啊 你走着呢 你一看你这二厂还是有老楼的啊 你像精眠一厂都没啥老的楼了 二厂的话还是有一些老楼的 但你看远处也盖了一些新的高层 但大体的你为什么 之前让你们看那个 那个靠天大街那小区呢 他没高层 就是地地道道北京那种感觉 你但凡现在你到边 不精眠二厂都不行 精眠三厂也不行 都是这么高层包裹 但这边房子都绝对是老房子 这边二厂的社区 二厂的片区也贼大 从这边往那边得有一站地 然后三厂呢 从那边再一站地 就到四环边了 这基本是 一厂二厂三厂就都走遍了 你看现在老人少 好多时候我都得问那帮老头老太太 我三厂还好一点 三厂那个社区我还好一点 一厂你看刚才那一厂咱都不认识 没那么一栋楼是你记忆中的楼 二厂这还你还知道 对吧 你一看那这种这种形 拐了个弯的这种 那实在不都这楼吗 对吧 你再说了 那一二三厂啥是建 53年到57年建的 哎 那这边楼都是这都是后建的 然后这边就是特别老的老楼 反正环境应该大差不差 但是这车绝对是以前都没有的 我97年的时候都没多少 这97年我来的来过啊 都没有这么多车 其实你看像这种楼 就这种你看这种造型 这样的楼 基本都是90年代 或者2000年左右的楼 但你看这边楼 就绝对贼老贼老了 这就不用说了 然后 这种楼一二 这楼没电梯 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们沿着边走一走 巴里边东里 东里就是二厂 老的精眠二厂的那个小区 然后巴里边西里 就一厂的了 就是原来那精眠一厂 三厂 精眠三厂 原来那精眠三厂的小区 然后有哥们 别哥们 我这都管您叫哥 有哥说 那个想看看三厂 咱二厂完了 下回是三厂 都看看吧 你看这些高层 以前哪有啊 这你就看看这些 基本都是老的那种 小区原汁原味的 然后你这小区里 你像这种路面 就这样的路面 基本就是 我小时候 差不多就这种 就是这种路 不骑不平 然后你往远处看 就这种感觉 是是这种感觉 然后 然后其实你看 因为像这种路啊 它这小区后来又修过 这种老破路都少 你想找这么破的路 不太好找 就你想找回那种感觉 也不好找 然后这种 楼形 其实是可以看一看 因为二厂里有好多的这种 这种楼 这种楼算是比较老的楼 也可以进去看 就是两侧通道的那种楼 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都安防到门了 是吧 不都安防到门了 你们看 我先出去一下吧 来人了 二厂这种老的宿舍楼 然后咱找一个 咱们进去看看 你看这种楼 就都非常非常古老了 然后你看看楼梯 然后你看看楼梯 看到吗 这个多少年了 对吧 这也是一梯三户 家里有小孩 这大楼梯了 这大楼梯了 一层 两层三层 下去看看 这种老房子北京都很少了 真的又老又破 但是卫生还行 就这些 其实在北京的大部分小区里 根本都看不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今年的这些小区里 好多贴这种广告 但现在管得特别严 你看我去了这么多 北京的小区 精品厂的小区 是我唯一一个看到 有乱贴小广告 还没清理干净的 小区唯一一个 你不管一张二张三张 都一样 全都有这种情况 不知道为啥 现在对这个电话号码 管得特别严 一查就给你封 还有天 也有可能是 物业管理不善 也有可能 因为物业应该把这清洗干净 对吧 再往那边就是二厂 后来也盖了一些高层 你看这些高层 我都没有什么印象 但你看像这边 这个巴黎庄地区就像这种 在 这算自己搭的吗 还是什么的 就是像楼体 楼体间 就两栋楼之间 就会有好多像这样的房子 但你说像军眠二厂 这么老的社区 就存在这种现象 它就会很普遍 你越老的社区 你越先盖 你反而他不给你 拆不了 你就记得好像有一次 我上次在北京桥平方区里 我当时说一句话 我说 谁家当时先盖的 对吧 先盖的 就没什么事 到后面你再老盖老盖 就不行了 就出问题了 所以这种房子 真的是先盖的吃香 这一帮老头老太太 围在这个化碳边上 玩呢 你看好多这种两栋杆 就公共两栋杆 还有这边 可以挂衣服 都是公共 因为本身 你像这种楼 一踢也没几户 加一块也没几户 你说他们晾个衣服 什么的都很方便 这小气普遍都是楼层低的 其实这个 这整个二厂区域 再开发价值非常高 至于为什么不开发了 咱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表弟 他家就在二厂这区域里 但是也一直有这个 要拆的消息 就一死活不拆 好多人都花重金 把房子装修了 你像楼体楼外 那没有办法 那么多年了 但里边你总能装修好吧 对吧 你看这附近的 就是 你看刚才这个 登这我爱我家的这个中介 就普遍这边 基本都是租房的 因为他这个房 精品厂的房子 卖的几乎没有 就只能租 好像是只能租 好多时候吧 你说 咱国内这些 这些事吧 就是有的时候 我看那天 看新闻 就是咱普遍 不是都对河南人有意见吗 就觉得河南人这个那个了 我以前其实也说过 你看我是做展览展示行业的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17年从北京回的郑州 当时回去 自己又弄了个小公司 做项目 我19年的时候 就是从事这个展览展示行业的时候吧 当时跟一个老板弄了大项目 就找我这个回郑州的哥们做的 你说河南人他 有的时候 很难说他好坏啊 但是这你关键时刻让他给你干 他不掉链子 反正最后他是没给我掉链子 说得好好的 去了经济环境不好 他就是他跟他媳妇两个人的公司 对吧 真特忙的时候 再临时招一个 或者招两个 你就在他那上班员工 没有干过实习期的 你想想 你说他在河南 其实也挺难的 但是他钱能实实在在挣到 对吧 那我们 也不是说我忽悠我们当时的领导 就很多人很多事不都是 有浅有深吗 对吧 你也是听过不听摸索才有固定的合作伙伴吗 对吧 当时我也跟我们领导说 领导跟我说一定要找自己认识的人 靠谱的人把事办好 我就找他 结果去了 那没办法 我就跟那待了一个多月吧 一起干 最好把这个项目还是做完了 当时也是挺辛苦 但是这个事吧 我就知道另外一个 就普遍的 国内吧 就咱这帮 大部分人都觉得河南人不好 但是很多时候 你要是去过郑州的那个 河南省博物馆 省博物馆 对你可能就会了解到 这个整个中原地区 就说郑州附近 或者这中原地区 河南这一块 逐鹿中原 你就看完他那个博物馆 河南省博物馆 这河南这地方 我感觉 基本上95%的时间都在打仗 包括那个什么 什么假 各种假 从古代到现在出出的各种兵器 那个地方简直就是 就是你说中国历史五千年 我感觉那个地方就是 世界历史的战场 我的天哪 河南那个地区就一直在打仗 就只是因为他那块地 相对来说肥沃平坦一些 对吧 相对北方来说 那真的是战略要地吗 所以就不停地打仗 不停地打仗 所以导致你说河南人有些 就各种各样的 对吧 奇怪的现象 很多人都很难理解 但是你说现在都21世纪了 我觉得河南人就根本就不是那样 你现在你看你比如说头一事 乡下有人去抢中药什么的那些事啊 我觉得那事肯定不普遍 再一个就是老年人 才是这河南不文明现象的最主要的原因了 然而河南的老年人特别省 为什么 我当时 一个老头 19年 我打滴滴 他拉我 然后我俩聊天 他说我去北京 我说我家孩子在北京 在北京结婚了 然后 那个我经常去北京 然后 我就坐每天晚上那个90多块的那个 卧铺 就那个车 他还不坐卧铺 他还坐 他还坐那个椅子 你知道吗 就他说他一张车 他90多块 他就到北京了 然后就跟我说 好多好多这事 就是 就河南人是啥 你们早说什么 中国的河南人 就在中国的河南 相当于在世界的中国 是吧 哎呀 将心比心 说到底一句话 穷怕了 对吧 还是那句话 穷怕了 他们那个 那种情感 就主要是 归根结底 在于穷 就在于穷 穷怕了吗 所以人就会 自然而然的 有些那个什么 再加上历史上 长年以来的战争 对吧 所以我个人 还是比较理解 行吧 咱看看这 二厂还有啥能看的 这边基本上 我都不太熟悉了 你看啊 咱从东往西走 走这么半天了 二厂的这个地皮 还没走出去 还没走到 跟三厂交界那条路上 走都走不到 我嘴皮子已经不行了 我今天的嘴皮子 还得为三厂准备准备呢 开玩笑 开玩笑 现在这我一赖就开始耍嘴皮子 呵呵呵 填时间啊 我的天呐 看一看环境啊 还有换沙串呢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磨刀的来啊 这边其实那边的楼也都是老楼 真的老楼太多了 然后其实三厂有一个 不是二厂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他有的楼和那个八里铺吧 十里铺八里铺 我忘了 就是那个和那个应该是十里铺西 的那条街 就那个大街上 他有的楼能穿到大街上 你知道吗 就他沿街的楼是打穿的 但是 应该是有是那条街啊 就肯定是有楼是打穿的 能过去 哎 你看他这花园不错啊 是吧 我小时候有好多点花园 但是比现在多多了 我感觉都都拆了好多了 就是 你看这种楼体 应该是有的楼体跟街面打穿了 咱看看 你走两步应该能找到 我觉得就肯定是有的 因为我小时候好多那种 那种这个楼体背面 跟沿街打穿的这种 就类似于这个吧 就这种 就其实他那个楼体背面被打穿了 你看 不是被打穿了吗 你也是这种老头 可老 这两户 家里有小孩 这边有一户 没带钱 来一下吧 好 这个二场区域咱基本就穿出来了 再往前的底皮 就是三场的底皮了 就是众所期待的精明三场 我妈的工作单位 我姨姐住的 也曾经在家里住过 好 那接下来的 今天三场的视频肯定让大家满意 因为那个东西我知道的多一点 前面一场二场 一场啥都看不见 二场真是 细了糊涂的说了一堆 咱们三场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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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